科技就像一件武器 本身自己没有正邪之分 而是看用它的人 懂不懂用 有没有好好地用 如果用得其索 可以斩要除魔 维护世界和平 但如果用得七 不单无法向前 还可能会伤害身边的人 甚至被他反逝 就像Canva那样 有人觉得他拯救世界 不用每天都找designer 但也有些人会觉得 Canva拖拖整个design界 令无料的人都可以扮认专业 其实 不是又是人的问题 那今次Canva超Adobe机 你 又会不会好好利用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NIT 我是Anita 虽然我自己就不是designer 但是由以前读书开始 我都有不少需要 执照整图的需要 那以前主要就是执照啦 到现在工作需要 就要做social media posts啦 youtube thumbnail啦 或者presentation slides的素材 所以以前都会用Photoshop的 不用劝我用AIGen presentation slide啦 有来听过我的speech的人都应该会知道 我的slide是气氛东西多个资讯 不是很适合用AIGen 之后因为速度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 所以后来转着用Canva 正式的quit了Adobe所有的subscription 但是Canva的定位始终都是容易用和快 所以它和Adobe始终都是打不同的market 但是在刚刚的十月尾 Canva就将它收购了一段时间的Affinity 拿出来 还要是将本身的Affinity Designer Photo Publisher整合 变成Affinity by Canva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它基本功能完全免费 要收费的都只是一些AI的功能 但是AI的功能都只是跟上Canva Pro的subscription 所以好像我这一类人 就可以无痛地使用啦 但是这个行为简直就是挑Adobe机 针对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来打 所以今天我就会和大家看一下Affinity的功能 还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它可不可以挑机成功 那我们现在立刻开始 首先在Affinity的网络下来就可以安装了 那我就没有Windows啦 所以我今天的示范全部都是用Mac的 之后根据它的指示 Login Canva的account 这样就可以用的啦 进去之后呢 这里应该只有四个tap而已 如果想像我这样打开这几个tap呢 可以按这个点点点 展示你的tap 或者可以自定你的tap都可以的 那第一个是Vector啦 对应的就是Illustrator 做Logo、插画、Icon 这类要可以放大不起格的设计 它这里还会贴心地有得转做Pixel View Mode 即是即时preview它export出来的样子 第二个是Pixel 就是通常会在Photoshop做的东西 但是呢 由于我都quit了Photoshop一段长时间啦 所以我就没办法在feature上面 和Photoshop做比较啦 第三是layout 做排版用的 应该就是对应InDesign的 Default开了的还有Canva AI 差不多就是将Canva的AI功能 摆出来这样啦 那这两个功能呢 我印象中好像Canva是没有的 又或者是藏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啦 Portrait Lighting Tool 就是帮照打灯啦 还有Portrait Blur Tool 就是做假景深的效果 我另外呢 都开了一个Retouching这个Tab的 这个Tab里面的功能呢 就再针对执照多一点点 所以我想我应该都会用这个Tab的 它这个Tab的设计呢 就是让你可以不用Switch App 不用Export来Export去的 但又不会好像 就像拿你命3000那样 把所有功能都摆出来 搞得很混乱 所有东西呢 Switch Tab就做到 效率就可以高很多啦 而且啦 Affinity本身的UI UX 都是不错的 它之前的版本 Affinity Designer 就拿过Apple 2015年的Designer Award 至于用来的流畅感 暂时多数人都会觉得 比Adobe好 但这点呢 我就不太评论到啦 由于它都想方便大家转会啦 所以它的UI和Hotkey 都跟Adobe好似的 亦都可以开到PSD AI这类的File 不过呢 有某些Adobe专有的方式 它会开不到的 而且有部分的细节 可能会有少少走样 要收拾的 不过这些都不难的 所以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自己试它的AI功能的时候呢 我发现效果会差过Canva上面用的 可能是刚刚出有bug 我就当是这样 因为没什么理由它的AI模特 会差过Canva上面的 如果是本身没有加入过Adobe 或者好像我这一类 一早跳了船的人来说 Affinity 绝对是一个好选择 如果是本身已经是Adobe的用家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ffinity好过Adobe的地方 首先 Affinity会lightweight过Adobe 所以用起上来会爽点 快点 第二 UiUX上面 由于没够包袱 所以设计上面 除了concept的东西 像Adobe之外 其他细节会流畅点 人性化点 第三 就是用switch tab的方法 可以做到Adobe横跨几个App的功能 用起上来会方便了快了 最后一个应该是最大的优势 除了AI的功能之外 所有基本功能免费 而AI功能 都只是Canva Pro的价钱 已经便宜过只是一个Photoshop的价钱了 但是 Adobe在这个市场上 阿纳了这么久 都不是流的 首先一些最高阶的功能 据说Affinity都是没有的 第二 如果是公司project 多数都需要一起做Multi-user editing 而做得Multi-user 都应该是需要上Cloud 但是这两样东西 Affinity暂时都还没有 第三 就是Adobe 那么久以来建立的生态圈 有很多不同的人写的Plug-in Affinity都不是那么容易 一时三刻可以建立到 最后 就是现在业界经验应用Adobe的格式 例如是Dot AI 但是Affinity虽然能读到 但export出来 除了PNG JPEG 最多最多都是PSD 这方面 暂时在实质操作上 会弄了脚 不过我自己就觉得 既然现在都开了战了 功能上的差别 只会越来越小 至于价钱上的分别 我觉得Adobe有可能会被逼减价 除非它是加一些很决定性的功能 不然它应该都会流失几多用户 用户 Canva 依然主打容易用 快 例如是一些现成素材 它叫Elements 一search 一拉 就可以用 而且可以在web platform完成 不好处是 如果要微调 可以说是相当痛苦 所以就看你用来做什么 如果你像我那样 操作不太纯熟 又要做YouTube缩图 其实就算圆圈有少少起格 都没有人会在意 甚至可能没有人发觉 反而快点出到片更好些 这样的情况 用Canva 就会好些了 但是 如果要做专业级别的设计 就还是交给Affinity 或者Adobe 会好些了 如果你是 Freelancer 独立创作者 或者学生 和业余爱好者 简单来说 即是单打独斗的人 都适合用Affinity 因为它的Core Feature齐全 效能也好 最重要是 零成本 另外 如果你是中小企 想大幅削减软件开支 或者你做的是Social Media Content Affinity的性戒比 绝对没得输 相反 如果你是大 需要多人同时合作 或者你是一间 专业的Agency 整个Workflow 都要跟随业界的档案标准 为了档案的稳定性和兼容性 你 最好都是留在Adobe 另外 如果你是影片制作的专业人士 要Integrate Premiere 或者After Effects 那 我也是建议你 留在Adobe的生态圈好些 我自己本身都用Canva 所以 我应该会把一部分的工作 转去用Affinity 例如是 撿照 做Presentation素材 而由于Youtube的缩图 很多时候都要用大量的现成素材 所以我应该会继续用Canva 看完这条片 你又会不会转会去Affinity呢? 你又觉得Affinity会不会挑机成功?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还记得Like和Subscribe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